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首先講講在黑暴有關的執法情況 在2019年6月到今年3月底 總共有10250人被告 警方檢控了2500人 當中有1200人完成法律程序 大約八成要承擔法律後果 包括被定罪的佔大約56% 簽手行為的佔大約22% 在目前被定罪的案件中 最高的刑罰是因為藏有爆炸品有關的罪行 被判監12年 是有因為暴動和有關的罪行 最高的判罰是判監5年半 也有因為藏有汽油彈等有關的罪行 而被判4年 在國家安全的執法方面 警隊的國家安全處 至今拘捕了107人 亦已檢控了57人 第一宗危害國家安全案件 已在高等法院展開法律程序 並將於6月23日進行審訊 涉及的罪行是煽動分裂國家罪 恐怖活動罪 以及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罪 作詞人權 作詞人權